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在这世上实在是找不到出路 我们来找到了主 主啊 我们在这世上再怎么挣扎 没有任何解决方法 我们来找到主 在这时间我们内心可目住的 帮助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求主照亮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的内心醒悟过来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重担交给主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求主医治我们的心灵 赶出我们内心的恶魔恶鬼 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一直以为我爱了上帝 却发现一直以来我是体贴了肉体 爱的是自己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省察自己 使我们的内心 聆听主的声音 领受主的话语 主啊 求主医治我们的疾病 赶出我们内心的恶魔恶鬼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子子孙孙领受祝福 我们的天父上帝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主的奥秘 正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奥秘 能够学会基督的忍耐 坚持到底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因耶稣基督 找回自己的根 使我们做真实的爱国者 使我们每个人都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奉耶稣的名感谢 也先祝福祷告 阿们 那么在这世上我们因罪恶 所以很痛苦 很煎熬啊 但是呢 能让我们的罪恶得饶恕的 唯独靠上帝的奥秘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那么信 盼望 爱 是常常都要有的 从我们最启发的启发点 一直到我们的终点 我们内心要有爱 盼望 和信 然而我们内心没有爱的话 没有耶稣基督的爱 在我内心的话 我们和上帝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我们要遵守诫命 就是爱人如己 才能去天国呀 真言二十一章十六节 那么遵守诫命 首先就是爱上帝 其次是爱人如己呀 那么在这各位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爱人如己呢 我们都是说谎的 自己欺骗自己呀 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 我们才能真实的爱人如己 那么 我的言心举止 我内心的一举一动 通过我的言心举止 能看出我内心 有没有上帝的爱呀 比如说我内心被魔鬼支配了 我内心总是挣扎着 很痛苦 就比如说我的人生现在 都不能往前踏一步 相信家族的各位 都有这样的经历 哎呀 怎么很多事情 就是这样不顺利呢 就是我们种下的恶果 我们祖祖先先种下的恶果 如实地展现在我身上啊 加拉太书六章七节 那么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种什么就得什么 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啊 那么 在这世上 种下再好的上果子呢 还是没有上帝的爱 因为这世界是属于罪恶 是属于邪恶 黑暗的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能让我们 罪恶得以赦免 与上帝和好的 那么创世纪三十九章 第四节 刚才我们也读了 那么刚才我们为什么 没有读创世纪三十九章 第一节呢 如果从第一节 开始讲解的话 今天时间是不够用的 所以就先读第四节啊 那么大家和我 我们都希望领受祝福 那么上帝呢 上帝是要赐福于我们的 那么大家和我 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差不多 但是呢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创世纪三十九章四节 上帝给了我们上帝的话语 那么无论我们今天 身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无论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上帝能给我解决的 或许有些人 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说已经把一切交给主了 那么把一切交给主的时候呢 主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越来越好 在主耶稣基督里成长起来 那么如果我们去了医院 我们去了医院 就会发现 哎呀 我到底怎么就 患了这样的疾病呢 到底是因什么罪恶 导致我的家庭 导致我的儿女 身患了这样的疾病呢 就很多人就是很不解 很不理解 哎 我怎么 就是让我碰上这样的疾病了 那这个并不叫醒悟啊 这种明白 仅仅是动物的水准而已 那么在这世上 有各种各样的宗教 那么在上帝看来 我们的灵里 如果没有活的话 就跟动物是没区别的 而我们人自己 却意识不到 自己的灵里的状态 到底是活了 还是是死了呀 我们以为谁很优秀 谁很出色 其实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罗马书三章四节 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而且我们人都是癫狂的 只不过没有发错而已 传道书九章三节 微如上帝告诉我们 这样的实话 而大家和我呢 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蒙蔽在这世界的假学说里 一个癫狂的人 能教导出什么样的学问呀 世上的学士 博士们 仅仅是懦弱无用的 是初等学问而已 加勒太说四章九节呀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主面前 我们要领受上帝赐给我的祝福 那么我们自己都意想不到 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们也未曾预测 我们的祖祖先先犯了什么样的罪恶 而这罪恶是有相应的报应 也有代价的 真言十三章二十二节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说 哎呀我挺贫穷的 我这辈子很清廉呀 所以我应该没犯什么罪呀 不要这么想 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我们在这世上都是犯了罪的 我们都是罪人 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 一一地暴露出来的 为什么数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最近就暴露出来了 最近看媒体报道的都是曾经 曾经那一些丑陋的事情 现在全暴露出来了 那我们就会去指点别人的丑陋指点吗 我们看见别人的丑陋点 我们要认识到 哦这就是我的罪呀 这就是我内心的丑陋点呀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是真实的爱国者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真言十四章三十四节 真言十四章三十四节我们读一下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阿们 我们要传悔改的福音呀 那么不悔改的人 不承认耶稣基督保险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的人 就能使国家羞辱 我们都希望做爱国者 我们都希望做孝子 那么 我们呢 都在追求人类的和平 那么唯独公义 能让我们做孝子 唯独上帝的公义 能让我们做爱国者呀 我们认识了上帝的公义 这时候我才能做孝子 才能享受着幸福啊 那么既能做孝子 又能做爱国者 这一切都是要靠上帝的恩惠 当我们认识上帝的作为 敬畏上帝 信靠上帝的时候 上帝造就我们 做爱国者 做孝子 那么到底怎样做才是行孝心呢 那么在韩国 很讲究所谓的名分 所以韩国的教育呢 都是为了出名和成功 而上帝并没有给我们规定 这样的制度 有没有学问在上帝面前 都没有关系的 那么今天这个约瑟 他曾经是受宠爱的 受宠爱呀 他是个年轻的人 就晚年得子嘛 多么宠爱这个孩子呀 那这孩子呢 有十个哥哥 而这些哥哥呢 都不喜欢他 反而妒忌他 嫌他受父母的宠爱 就比如说我们有十个孩子 那么老莫儿呢 被欺负 被卖到其他国家了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 哎呦 这种事怎么这么冤枉啊 哎呀 我信耶稣基督了 怎么最终沦落到这地步了呢 或者说我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了 怎么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了呢 那么雅各 大家知道约瑟的父亲雅各 是通过一个昼夜的祷告呢 脱离了死亡 得救了 就他的哥哥伊嫂 没有杀害他 反而成了他的引路者 那么 我们再回到创世纪39章4节 那么大家的处境 没有比这个约瑟更差的 这说明什么呢 就无论处境再差 无论我的处境再差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今天上帝这里都有答案的 那这上帝的话语就是我的粮食啊 神明节八章三节 上帝的话语就是我的粮食 那么无论我的家庭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不需要担心的 无论我的弟兄姊妹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不要担心 不要忧愁 全交给主 切切地祷告主 内心聆听主的声音吧 正是因为上帝是全能者 所以这一切是能行的 靠大家和我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把我们的力量全加在一起 我们也什么都做不到 大家都知道一种道理 就是说种下什么就得什么 那很多人说 哎呀我一直挺善良的 我种下了善果子了 那么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善 我们才能行善 而我们都是邪恶的 不认识上帝的善 所以我们因邪恶 我们双手所做的事情 都是种下了恶的果子呀 那么创世纪39章 这旧约的内容 是要通过耶稣基督 才能解开的 就比如说 我们买了一个药 这个药的包装袋呢 是金光闪闪的 包装袋特别的漂亮 那包装袋再漂亮 我们也要把包装撕开 只吃里边的药 那么上帝的话 也是拯救我的生命的 很多人把旧约的内容呢 当成是一种理论学说 甚至当成是一种历史来读 那反而会害了别人 也会害自己呀 就比如说 我们人吃东西 不会把包装袋 一起吃进肚子里的 就是说我们内心 首先要得以洁净 因信靠耶稣基督 首先使我内心的帕子揭开 这帕子是在耶稣基督里揭开了 那么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 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呀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呀 那么上帝的话语是拯救我们的 靠着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内心的帕子揭开 使我们 使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呀 那么 我们怎样才能揭开帕子呢 是通过基督啊 是通过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 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揭开我内心的帕子啊 格林多后书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所以 无论是讲新约旧约 最终讲的都是耶稣基督 如果不讲耶稣基督的话 那就是假的讲到了 格罗西书二章八节呀 那么 我们今天认识到我们的错在哪里了 我们很多人都会说 能明白过来是非常重要的 能醒悟过来 这真的是最重要 是很关键的 人身处于尊贵中 却不醒悟的话 就如同死亡的处类一般呀 十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所以能醒悟过来 能明白过来 是非常珍贵的 创世纪三十九章四节我们读一下 我们都明白什么了呢 创世纪三十九章四节我们读一下 一二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阿们 为什么先讲了这第四节呢 那么约瑟是谁呀 那么圣经里有很多的人物 比如说加列人犹大是出卖了耶稣 那么无论是什么人物 我们都要承认圣经里提到的人物 就是我的镜子 因为圣经的话语是我的粮食 所以无论是加列人犹大 无论是坏人还是蒙使用的人 这都是我的镜子 我们要读圣经 要认识到我的罪恶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那么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呀 马可福音十二章 那么到底是十七节还是二十七节呢 马可福音十二章 那么我们一起找一下吧 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 在座的各位 上帝只帮助活人的 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我首先要活了 我才能领受圣经的话语呀 所以来到教会 首先要拯救一个灵魂 然后才传讲上帝的话语 那通过什么拯救一个灵魂 通过基督的保险呀 以福所说二章啊 教导人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 认识耶稣基督保险的时候 这个人从死里活过来呀 以福所说二章一节呀 大家和我 我们因罪恶 因我的罪和我祖宗所犯的罪 我们虽然有外表 因罪恶我们都成了死人 一个死人 吃饭吃再多的饭 只会更加的腐烂 没有任何的益处的 所以首先要使一个灵魂活过来 通过什么呢 是通过基督使一个死去的灵魂 先活过来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 灵魂才能活呀 那么一个人的灵魂都没有活的话 再怎么给他传福音 再怎么给他传这上帝的话语 他内心是领受不了的 所以一直以来 大家到底去听的是 假的讲道呢 还是真的讲道呢 在座的各位 上帝是医治我们的 这一切都是可行的 是通过上帝的话语 如实地实现的 马可分十二章二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样 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乃是活人的上帝 你们是大错了 阿们 那么 很多人说上帝为什么不帮助我呢 哎呀我可是牧师了 并不是说牧师就是活了 只有属于耶稣基督了才是活了的 那么能让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 这就是靠上帝的恩惠 领受上帝的恩典呀 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三十九章四节 那么创世纪三十九章四节 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处境呢 就是大家和我的处境 亲兄弟把我出卖了 那么 不仅是被出卖了 当时交通很不方便 完全是被卖到其他的国家 这辈子就要做仆人了 这辈子就真的是没救了 那么大家 或许有些人说 我的人生现在已经毁了吗 我的人生再糟糕 都比这约瑟会强一些吧 很多人说 我家孩子不听话 我真的想把他 从我们家赶出去了 那这都是因为父母疼爱 孩子的心 太着急了 所以呢 就有这样的心思 大家知道吗 要有爱心的 有了爱心才能有理解心呀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但是我内心歪曲的时候呢 就按照我的歪曲的偏见 来判断一个人 看待一个人 我内心有了耶稣基督的爱心的话 我们就能理解一个人的处境 哦 这个人做这件事 是为了帮忙啊 是为了帮助一个人 他真的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内心歪曲的时候呢 我就以歪曲的心态 按照我的邪恶的偏见 去看待一件事情 我们经常很消极 甚至抱怨 发怨言 约瑟没有一分钱工资 人家都很高兴 人家都很满足 而我们呢 整天在惦记 我这个工资是多呀 还是是少啊 整天要希望自己能掌心升值啊 约瑟呢 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啊 他是个一辈子的仆人了 这辈子就成了仆人了 相信在座的各位处境再差 多比约瑟会强一些 那么我们相信我们也是能行的 大家相信我们的儿女会越来越好吗 大家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吗 我们要领受这祝福啊 那么大家知道这约瑟 这约瑟的处境 就是我的处境 就是我的镜子 那么 就比如说 我也被我的家人出卖欺骗了 大家知道当时那个年代 仆人就是一辈子的仆人呀 而约瑟是怎么生活 怎么面对那一切了呢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我的问题 有我个人的问题 有儿女的问题 有疾病的问题 也有经济上的问题 那这么多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开呢 我们要投靠上帝的帮助啊 那么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这么多的问题 全能者上帝全能一一查看 全能解决 唯独全能者上帝这里 有万能钥匙 是能解开所有问题的钥匙 我们大肆地呼喊阿门 上帝的话语 可是比蜂蜜更加的甘甜呀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上帝的话语 增加力量 这上帝的话语 正是上帝啊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和我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也都要像约瑟一样 然而我们往往拜在哪里呢 我们自我傲慢的时候 就拜给了自己 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凡是投靠自己 夸口自己的时候呢 就把自己陷入网络和试探了 上帝告诉我们 这人生不是我自己的 我们的人生是上帝赐给我的 我们都要受洗礼 罪恶得到饶恕 我们受洗了 才意味着罪恶得到饶恕啊 那么受洗了 就赶出内心的恶魔恶鬼了 那么圣灵的果实是爱心啊 大家知道圣灵降在我身上 是有爱心的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我受洗 我完全死去了 怎么还会有 怎么还会有追求自己的想法 这么一说呢 我的罪恶没有得到饶恕的时候呢 总会遇到试探 那么总会遇到试探 比如说看一个新闻 我们说 哎 这个人是不是即将要死了呢 那么我们受洗了 使我的自我完全死去 而因我的罪恶死了 那是要去拥火的地狱啊 再次的各位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在我身上显现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的爱 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 那么这约瑟讲的就是我的内容 就是大家和我 约瑟呢 一分钱工资都没有 而且他这辈子就定下了仆人 就是说他的后孙也要做仆人 这辈子他就是仆人的身份了 而约瑟最终成了一国宰相啊 那么创世纪39章一节我来读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波提法 从那些带下他来的 以什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 我们读一遍 创世纪39章一节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波提法 从那些带下他来的 以什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 阿门 那么在这里很明确地写出 约瑟是被卖了 就像在市场卖动物买东西一样 这一头牛多少钱一样 他就是被卖到波提法这一家里的 那么大家和我呢 我们有时候递简历 然后去参加工作 我们也做不到约瑟这个样子 那么约瑟呢 是被他的所有的哥哥出卖 然后呢 沦落到非常凄惨的地步 他真的是没有 没有一次希望能翻身呀 因为他已经是被卖成是仆人了 没有任何的盼望了 那么紧接着呢 约瑟是怎么样生活的 约瑟是和耶和华一同同在的 创世纪39章2节3节说 约瑟是与耶和华同行的人 因为约瑟内心一直是有感恩感谢的 很多人说了 我现在身患重病了 尤其是年轻人说 因为经济问题 说已经没希望了 很多年轻人 给自己搞个信用卡 然后呢 卡透支了 就去闹自杀 这就是当今的社会 最严重的问题呀 那么这问题是很严重的 这种现象 但却没有答案呀 很多人搞自杀 那么大家知道自杀 那是要去地狱的 很多犯罪现象 那都是因为欠债太多 然后有犯罪现象 家庭里闹杀人案 那都是因为欠债 都是经济问题 那么 在这种处境 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我平牧师就向上帝祷告 求告主 这时候 面对绝望中的年轻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大家不要听我平牧师的话 我们听的是上帝的声音呀 我们要聆听上帝的声音 父母帮不了我们 经济学者帮不了我们的 那么在这里 只有上帝能帮助我们 我们的处境 或许也像约瑟一样吗 那么在这种绝望中 是要搞自杀吗 绝不是的 自杀是要去地狱的 在座的各位 生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 大家现在遇到了困难 家庭的困难 家庭破裂了 或者是说 临近死亡的边缘了 临近家庭破裂的边缘了 情况再惨 我们都 不比约瑟这样惨吧 而约瑟呢 他 他 见到了他的主人 波提法一家呢 他从波提法一家 得到的是恩典 就是说 我们身患重病了 我经济遇到困难了 家庭破裂了 国家现在面临危机了 那么在这种 凄惨的现实状况中 我们要蒙上帝的恩惠 就是说我的处境再差 约瑟的处境再差 约瑟内心没有丢弃感恩感谢的心 是面对上帝感恩感谢的心 而大家和我呢 我们遇到不顺利的事情 就要 搞辞职 我说我辞职算了 不干了 约瑟并没有这样 所有的环境对他来说 所有的环境对他来说都是不满足的 而约瑟却没有说要逃避现实 约瑟反而是感恩感谢了 他内心面对上帝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约瑟在他的主人一家里呢 是蒙了恩典了 那么 很多人说我现在处境特别差 哎呀求主帮助让我脱离这现实吧 这是上帝的旨意吗 因为现在太差了 我要 我要脱离现实 比如说我现在迁债太多了 我要去抢劫 求主帮助我能抢到钱吧 能这样吗 在座的各位 主会听这样的祷告吗 别人在欺负我 那我能不能在这个人面前蒙恩呢 约瑟是蒙恩了呀 主人看到约瑟这样诚实 就把所有的一些交给约瑟管理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现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 哎呦 我这个老板跟我特别不和呀 哎呦 不是说 不要跟随罪人的道路吗 我不能跟这样的罪人在一起 约瑟是这样想的吗 如果约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约瑟却没有这么想 他反而是因服侍主 对待他的主人波提法的时候 像是服侍主一样 诚实地做工了 马太分五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 对于我们来说 没有仇敌 反而要爱仇敌 爱仇敌 这才是信耶稣基督啊 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爱仇敌的 那最终约瑟成了什么样的人物啊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他成了一国宰相 而且通过约瑟 整个埃及的这个国家得救了 而且他 因约瑟一个人 他的家族得救了 把一切不好的现状改变成的是祝福 这就是因约瑟内心 是与上帝同行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在这世上不信耶稣基督的人 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了名誉 有了钱财的时候 这都是不好的前兆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常成了祷告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认罪悔改 反而有了钱财 有了名誉 这时候都是败坏的前兆 只会败坏自己 那么在座的各位 诗篇二十二篇九节 主让我在这世上生活的 我能出生在这世上 是主让我从胎中出生在世上了 我们要认识到这份恩惠 那么约瑟是在他的主人眼前蒙的 是因为约瑟在内心 是真实的信奉上帝 是面对无论什么样的情况 他是感恩感谢的领受了 我们找一下 《易富所书》一章七节 那么我条牧师经常跟大家讲一些 我们面临的现实 那么比如说电视上 或者是新闻上 我们听到的一些犯罪的问题 那就是我的镜子 那就是我内心带着的罪性 而且我到了那个地步 我也会做那样的事情 我们不是数落别人 或者指责批评别人 我们要承认我是罪人呀 有时候我们经常说 哎呦 我跟我这个客户闹翻了 我要辞职 这客户太刁闹我了 我要辞职 这都是不好的想法 约瑟是怎么面对这样的处境 是感恩感谢的接受 无论他的主人多坏 大家知道波提法是王的内臣呀 那么换成是现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呢 王的内臣 大家知道王的内臣 都是不好伺候的 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污秘的 那些不好的行为 那么约瑟就是给这样的人做工 而他在这样的人下边做工 他却蒙恩了 就是说他内心一直是 守住这信心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了 他是长长地祷告了 菲利比书二章四集 那么约瑟看见他的主人 有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他并没有跟随呀 他也没有数落 也没有批评 反而是为他的主人祷告了 而且是当成是我的镜子一样 我认罪悔改祷告了 那么我们在这世上 不是要昏日子的呀 面对不好的处境 我就瞎昏日子嘛 那绝不可能的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如果我们昏日子的话 那么这是主会更加的糟糕的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所有不好的都变成了祝福 这是当约瑟内心 只一心感谢上帝 一心一意感恩感谢于上帝 面对一切像是对面对主人 面对自己的主一样 是诚实的做工 没有沾染污秽 他没有沾染世俗的污秽 在座的各位 面对犯罪的问题 他并没有妥协 并没有犯罪的 所以无论在经济的问题上 还是国家的大事上 还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上 我们都要像约瑟一样 那么这世界都是误会肮脏的 约安一书五章十九节 世界只会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肮脏 罪恶越加加增了 提摩的后书三章十三节 那么在这样的世界 我们要妥协吗 当然不是了 提摩的后书三章十三节 为什么说学得越多的人 反而犯罪也越厉害 学得越多的人 反而会引起更多的 纷争和争吵呢 这都是上帝 已经在圣经里预言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今天也要像约瑟一样 身处在罪恶的环境中 却不沾染罪恶 不沾染这世俗的污秽呀 这就是上帝给了我们奥秘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恶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那么靠着信耶稣基督的 这份信心 长长的祷告 是靠着耶稣基督保喜的功劳 常常的认罪 悔改祷告啊 使我们不沾染世俗 那么大家知道 一把刀非常锋利的时候 切的鱼片也切得很薄啊 那么 我们头脑学来的理论知识呢 如果我内心肮脏的时候 我学再好的知识 只会用在坏处上 而我内心有耶稣基督的爱心的话呢 才能把这世上的知识 用在对的地方 用在善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内心是多么的重要啊 约瑟在菩提法一家 却在菩提法眼前蒙恩了 在这的各位 很多人说 哎呀 我来到教会才能蒙恩会 在这世上是不是就没有恩会了呢 不是的 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 使徒保罗被关的那监狱 特别的小 是石头监狱啊 旁边都没有门啊 是从上边 掉进去的 那么使徒保罗在里边 他写的书信都是感恩感谢吧 喜乐吧 菲利比说四章啊 那么我的处境再差吗 感谢吧 感恩感谢 约瑟只做了感恩感谢 结果他蒙恩了 以夫所述一章七节 使我们蒙恩典 无论我的老板是什么样的 我的工作 我的单位 或者说 我的周围特别的腐败 特别的误会肮脏 那么能让我蒙恩典 能让我蒙恩会的 跟我周围的环境 不受影响的 无论在多差的环境里 我只感恩感谢于上帝 我内心只专注于 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的时候呢 上帝使我们恩惠啊 所以呢 环境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能做到不受影响 不被世俗的误会受沾染 这是靠耶稣基督保写的功劳啊 那么全能者上帝 跟我们立下的应许 正是通过爱子耶稣基督保写的 立下的应许啊 以复所述一章七节 使我们蒙恩会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阿们 那么约瑟呢 约瑟在波提法眼前蒙恩了 那么我们能蒙恩会 能蒙恩典 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啊 正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保写的功劳 诚实的虔诚的认罪悔改 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爱子耶稣基督的保写 赦免我的罪 我的罪性 唯独通过耶稣基督的保写 才能得以解决啊 所以我们常常的祷告 是认罪悔改祷告 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唯的救赎主 是为了我的罪 罪恶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那么我的罪恶得赦免 得饶恕的时候 这正是靠爱子得的恩惠 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得的恩典呀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经常就破口大骂 辱骂 骂别人 嫌弃别人 而上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让我们服侍所有的人 很多人说 哎呦 我也信主了 我也认罪悔改了 甚至说 我也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而面对现实生活中呢 就说 哎呦 就凭着他那样的人 他还算是我的老板呢 人家都不认识基督 人家都不信耶稣呢 他是个罪人 他可是个恶人呢 他凭什么还这样啊 这哪里是信耶稣基督的心意啊 诗篇139篇一写 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行为 就是上帝都在查看 而且都在衡量的 我们来到教会 一边认罪悔改 那么到了现实生活中呢 又在辱骂 又在批评别人 论断别人 这哪里是信主的呀 我们在这世上最容易犯的罪 就是说别人 属罗别人 评论别人 批评别人 评价别人 那么 背地里议论 那么这一些都是罪恶呀 甚至我们讲话的时候 总是爱夸张地讲 编着谎言去说别人 编着谎言去批评别人 论断别人 这都是我们的罪恶呀 我们今天认罪悔改吧 那么有些人就说 哎呀牧师啊 做了四季段悔改 我觉得挺好的 哎呀我怎么又不行了呢 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一举一动吧 来到教会认罪悔改了 回到现实生活中 又 又鲁骂 又背地里议论 反而犯罪 上帝是教导我们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 像是面对主一样 服侍他吧 我们找下 以弗所说六章七节八节 今天我们可要活过来呀 无论遇到什么的问题 都要得以解决呀 活人和死人 这状态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 大家听了上帝的话语 灵里都活了 灵里活了 在领受上帝的话语 就明白自己的错了 啊是啊 我一直就骂我的婆婆了 啊原来我一直恨我的哥哥 我一直骂了我的媳妇啊 哎呀我一直恨了我的家人呀 就这样 南朝鲜和北朝鲜 为什么结怨结仇了呀 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的罪过呀 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是没有仇敌的 我们要爱仇敌 而且我看到的那些罪行都是我的罪恶呀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我发现的那些罪恶的问题 那就是我内心的毛病 就是我的罪恶 所以我们能数罗别人吗 我们能骂别人 我们能批评别人吗 我看到的那都是我的罪恶呀 我要认罪悔改呀 当今的社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和罪性吗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惠 让我们多认罪 多悔改 多蒙恩典呀 以福所述六章七节八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甘心侍奉 好向服侍主 不向服侍人 因为晓得 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赏赐 阿们 无论大家面对什么样的人 像是对待主一样 服侍 侍奉 约瑟就是这么做的 他的主人 波提法 他可是 很奸诈狡猾的一个内臣 当时有权利的人 是随便犯罪的 比如说换成韩国 那么在韩国 曾经是做官的 肯定有不少的 就是有不少的妻子啊 有不少的罪性 然后自己随便犯罪 全遮遮掩掩 然后别人的罪呢 就随便给定罪 然后自己再随便 娶很多的媳妇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现状 那么当时还觉得 那个很正常 韩国的文化里边呢 就觉得那种做官的人 那么生活是很正常的 在族的各位 我的丈夫 无论什么样子 像是面对主一样 侍奉她吧 我的工作上的上司 无论是什么样子 面对她的时候 像是对待主一样 诚实地做工吧 这时候我才能活呀 我们呼喊阿门 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 主在给我补偿 主在衡量的 这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应许 是全能者 耶和华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应许啊 各位我们找一下创世纪39章4节 约瑟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了 他就是看见他 波提法 一家的那些不好的行为 他当成我的罪来 真诚地认罪悔改 而且为他的主人 一直祷告 他就诚实地做工啊 当今我们社会现象 经常有罢工啊 搞示威这样的现象 如果我们所有的工人 所有的人都像约瑟一样 诚实地做工 服饰的话 我们的天父上帝会改变 这个我老板的心意 全能者上帝给我的时候 不单单是通过我的工资啊 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在座的各位 幼儿园里 幼儿园里是什么样的现象啊 幼儿园呢 老师会把东西分得很公平 因为幼儿园的孩子呢 经常会抢 哎呦他比我多 怎么怎么样 我们现在都成年了 还在抢东西 那么我右的口袋 就是说 我的口袋 右边的口袋 装的东西 放在左边的口袋了 这不还是一样的吗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 我们的心胸要宽广啊 在这儿的各位 约瑟 约瑟可是最绝望的处境 而约瑟却蒙恩惠了 与耶华上帝一时同行 就是他是真心地信奉了上帝 他真心地爱主爱上帝了 是服侍了他的 虽然约瑟是仆人 他是服侍了他的主人 波提法 像是面对主一样的服侍了 而在这儿的各位 我们今天说是信耶稣基督 说是认罪悔改 甚至说做了四季段悔改 我们却说 哎呀我过不了了 我可不服侍这样的人 我凭什么要服侍这样的人 约瑟是服侍了波提法那样的人 而我们却不愿意服侍 面对自己的家人 我们都不肯服侍 在座的各位 而约瑟服侍的是什么样的人呀 因为约瑟内心是有信心的 是信了耶稣基督 结果约瑟是蒙了上帝的恩惠了 约瑟相信的是耶和华主的允许呀 那我朴牧师面对那些抱怨的信徒 朴牧师就回答 至少你有你的孩子呀 那这个信徒又说 哎呀我这孩子跟他爸一样一样的 可烦了 您都说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为什么一丝变化都没有呢 我们要学会照镜子 我们正确的认罪悔改吧 什么是认罪悔改呀 无力面对什么处境 能感恩感谢 能侍奉 侍奉我的主人 就是说 在工作单位里 在家庭里 我面对我的家人 面对我的同事 面对我的老板上司 像是服侍主一样的侍奉 在座的各位 现在有很多的债务 需要还吗 新认罪悔改吧 我身边的人 再狡猾 再可恨 再欺负我 我面对他 也要像服侍主一样的 侍奉他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要 像是面对主一样 侍奉的 我们再读一下 创世纪39章4节 我来读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就是说 我们一信靠耶稣基督 在主耶稣基督里 蒙恩会 路加福音1章28节 那么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一定是认罪悔改 是靠着耶稣基督 保取的功劳 认罪悔改 那么面对别人犯罪了 面对别人的罪恶 我要认罪悔改 并不是指责和属罗 那么 大家说是认罪悔改 做了四句段悔改了 那么 我要诚实地做工啊 我要诚实地做工 直到 我的上司 我的同事 能把很多事情交给我 在座的各位 大家为什么要身处于 辛苦和受累中 却不愿意脱离出来呢 因为大家始终 内心是黑暗的 没有察觉到自己的罪恶 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奥秘 没有认识上帝的爱 在座的各位 唯独上帝的话语 是拯救我们的 唯独主耶稣基督的爱 是拯救我们的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啊 那么约瑟做了总管 他就是精通了所有的事情啊 我是我们单位里最精通的人 我会被辞掉吗 不会的 那么我整天在单位里 搞纷争争吵 那这时候肯定会被辞掉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 我个人有性格上的缺陷 我的儿女遇到困难了 我的家庭 我们身处的环境社会 遇到问题了吗 此时此刻 认识到我的罪性 真诚地认罪悔改吧 不要恨任何人 我要服侍所有的人 我最不喜欢的人 反而是我需要侍奉的人呀 我要在我最不喜欢的人眼前蒙恩 我们是没有不喜欢的人的 仇敌都要爱呀 我不喜欢谁 我内心有罪性 我内心没有与上帝和好 我内心属魔鬼 我才会有不喜欢的现象啊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我们来读一下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那么最终 约瑟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呢 他的仇敌 曾经害他的那些哥哥们 来到约瑟这里 约瑟却负责了他们全家呀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惠呀 约瑟知道 他的哥哥们是害怕见他的 约瑟能查看他们的内心呀 那么约瑟就安慰他们 说不要害怕 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 约瑟这么一讲 结果他的哥哥们 多么的受安慰呀 在这的各位 我们内心都有不喜欢的人 不肯饶恕的 不肯饶恕的 那都是因为我没有悔改呀 我要饶恕所有的人 我要服侍和侍奉所有的人呀 在座的各位 上帝是尊贵的 我们是以上帝的名为圣啊 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 因信耶稣基督 因这份信心 顺从上帝的话语 无论我的处境再差 我现在四面楚歌 真的是只有绝望了吗 今天都能解决的 上帝的话语解决了这一切 上帝的拥许 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正是解决了这一切的困惑呀 创世纪二十章二十一节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阿们 我们呢 谁都不愿意帮忙 而约瑟呢 不仅帮了他的哥哥 也帮了他哥哥的后孙啊 这是多么大的福气 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 在座的各位 这真的是精彩的人生啊 很多人说 哎呦 约瑟是被卖到其他的国家 身边没有一个亲戚和认识的人 而且是个仆人的身份 而这样的人 他怎么能成了一个异国宰相 还能爱仇敌 还能安慰他的哥哥们 他安慰的是曾经要害他的那些人 而且还负责他们的全家呀 这就是上帝的祝福 我们所有的人今天都要像约瑟一样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庞大的允许 正是上帝和我们一起的允许 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这里呀 所以都不要担心 谁都不要担心忧愁 什么都不要担心 应当一无挂虑呀 要把所有的一切交给主 我们把一切的担心忧愁交给主啊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主啊 真诚地认罪悔改 承认耶稣基督保起的功劳 靠着耶稣基督保起的功劳 承认我是罪人 真诚地认罪悔改吧 有些人说了 哎哟 我这信用卡还在欠债呢 环环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呢 今天听这个讲道 这真的能行吗 那些还带着疑惑的人 今天坚信这份信心吧 是能行的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是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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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能行的 信靠耶稣基督能行的 那么回到家里还是担心啊 哎哟 真的能行吗 无论如何是能行的 我们再来告白一下 无论如何是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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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说 我家孩子像约瑟一样 离家出走了 就是找不到人影了 没关系的 上帝给予负责 有上帝负责的恩惠的话 约瑟是成了什么样的人物啊 锦衣还乡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呼喊阿门的 今天全能领受 我们呼喊阿门的 领受上帝的允许 相信上帝使用我们 相信上帝使用我们 像约瑟一样 拯救国家 拯救世界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父赐福于我们 我父上帝实在是真好 主啊 我们身 我们身上有重担 都在叹息 我们说是认罪悔改了 但是内心始终没有感谢呀 我们说是信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了 而我内心还是有可恨的人 还是有不喜欢的人 不愿意上班 不愿意跟身边的人相处 我身边怎么到处都是我不喜欢的人 像是四面楚歌一样 原来这都是因为我内心 没有感恩感谢的心呀 我没有感恩感谢 所以没有服侍 主啊 求主赐给我耶稣基督的爱心 能像约瑟一样 与主同行 主啊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随随段悔改 主啊 我现在面临的是个人的问题 而因正是我这小小个人的问题 会引起社会问题 主啊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恶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做四些段悔改 使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 像是服侍主一样 侍奉所有的人 使我们应信靠耶稣基督 有耶稣基督的爱心在我的内心 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心 侍奉服侍身边的人 使自己得救 使身边的人得救 使国家得救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使用我们 做主的义的祭民 此刻 愿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极致的爱 与圣灵的交通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下定决心 主啊 我今天也要像约瑟一样 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 我要靠着耶稣基督保喜的功劳 真诚地认罪悔改 懂得感恩感谢 诚实地做工 诚实地对待我身边的所有的人 像是服侍主一样 侍奉我身边所有的人 在这每一个下定决心的心灵 家庭 子子孙孙 这个国家 每个家庭上 奉处的民主愿 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